新冠疫情持续的延烧 很多家庭生活是雪上加霜 来看国际浮光会的素物协会 日前是和慈恩寺发起了岁末活动 募集了很多的生活物资 发给当地的弱势居民 一包包食物及生活用品拆箱包装 里面装满浮光人的爱心 国际浮光会素物协会 与慈恩寺一同发起解缘活动 募集物资发送当地居民 我愿意感谢我们BIA的朋友们 来与建议这个项目 今天我们将来传统的幸福 给我们邻居的朋友们 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测量 进入寺内领取爱心结缘包 他们都是社区中的弱势家庭 佛光人用爱心与社会结缘 期望在岁末之际 让大家都能满怀希望 迎接新年到来 人间卫视菲律宾素物 综合报导